日月潭为享誉国际的观光景点 而位于日月村内的义搭扫码头 更是由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但区域内却没有加油站、邮局等单位 面对每年有超过百万观光人潮 在加油、游会方面 不仅是造成游客不变以外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生活也相当的困扰 非常不方便 我们现在也要去邮局 还是老公要去费钱 还是我们要加油杂 我们去加油池也要去费钱 非常不方便 很不方便 应该在这边还是要设一个 简易的一些就是邮局 有客人他也是会反应 就是说怎么这里没有邮局 要去费钱、要去费钱、要去费钱 这边都没有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国际 我们这是国际型的一个地方 还是希望有这样的服务 先议员石信隆指出 日月潭为国际观光景点 却没有邮局以及加油站 不单单只是日月村 伊达邵居民的问题 更影响到邻近的民众 家家户户都得准备塑胶筒来准备汽油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最近的邮局跟加油站 距离我们伊达邵部落日月村跟台南村都要来回 差不多40分钟到50分钟这个时间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像我们日月村伊达邵部落的家家夫婦 几乎 大家都会准备塑胶筒来储存气油放在家里备用 现议员石庆龙也表示 日月潭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倾听民意 重新评估 何况我们日月潭区 每年平均大概有一百万人 这个人数 有游客来潭区这边来旅游 我们希望说 中华邮政跟这个中游 能够好好的来重新来做一个评估 那我们希望 其实现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硬体或者说人力 我们可以比较用简易的这样的方式 开车出门游玩相当开心 但若来到日月潭区一打扫 却发现需要加油时 这可伤透了脑筋 实情人议员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重新评估 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邱平毅 于是采访报道